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有网友在社群媒体靠北长官爆料,内政部议政署长22日下午硬闯军营,甚至惊动待命般冲出来,署长司机更下车,若骂哨兵你们都是吃狗屎的。 对此,内政部议政署长林果颖23日晚间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,坐车上有成功领进出通行证,却被大门哨兵挡下不给进,才会下车表明议政署长身份。 林果颖说,内政部在成功领营区有替代议训练班,当天要赶着去参加捷训,车上有通行证,结果还被挡下来要清查,驾驶当时应赶时间,与哨兵对话态度不好,所以自己当场下车告知自己是医政署长,结果还是被哨兵刁难,一群阿兵哥还冲出来挡人,要求登记身份证。 林果颖碰批,竟还要登记身份证,义政署每年在成功领训练3万多名替代议,结果国防部却不给进,目前有100多名替代议在纳执行,义政署长要进去上班及公务视察,还要被国防部反复不定的检查,标准不断刁难。 林果颖说,当天是大门卫少将坐车拦下,乌市车上早有成功领通行证,之前哨兵都是直接看证放行,有时营区换旅长后,规矩会一变再变,连汽车后车厢都要打开来检查。 内政部不是国防部所管的,林果颖强调,下车告知自己是义政署长,要进去就可以进去,况且义政署的替代议训。 练班在纳已经十多年,也有替代议营舍在纳,但军方旅部是有通行证,这刁难说不过去。 林果颖指出,一定会找国防部来把事情解决,不能每次义政署同人上下班都被刁难,不然干脆一个哨口让义政署自己管。 昨日被挡后,有将104屡屡长抗议,要求他们不能把内政部当成小的再管。 对于驾驶是否有骂哨兵你们都是吃狗屎的,林果颖说,驾驶已经六十几岁,跟哨兵沟通是义政署长要办公,结果对方却无法沟通,所以态度才会不好。